泰晨报世纪家园致歉 莫许销售浏览用户私密信息 英特尔确认自动驾驶子公司MobileLite有意上市 斗鱼 张文明辞去董事兼联席CEO 12月7日 有媒体报道 世纪家园存在会员个人隐私信息在后台裸奔 莫许销售人员随意浏览用户私密信息等问题 对此 世纪家园官方微博发布致歉声明 称实际工作中出现了Lenv职权 查掠用户信息的严重违规行为 目前公司已经在后台开始去除此功能 在一款游戏或者一个IP最强势时 打造电竞赛事 不仅推动了电竞发展 更能维持游戏热度 促进IP可持续性发展 12月7日消息 英特尔发布公告 在英特尔董事会的权力支持下 英特尔今天宣布打算通过首次公开募股 在美国公开Nobileye 12月7日消息 亚洲电池研发公司Cytonis将公开发布 其增强性铝离子电池的独立测试结果 并计划推出一种固态可充电铝离子电池 12月7日消息 苏宁继续考虑为国际米兰引进新的投资者 正与顾问一道评估潜在的资产处置选项 12月7日消息 三星电子通过官方网站宣布 视觉显示业务负责人韩忠熙 被提升为副董事长兼CEO 领导由消费电子电视和移动业务 合并新成立的SET顾门 12月7日消息 据外媒报道 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 正在对微软160亿美元 输购与因识别技术公司 Nuance Communication 交易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要求客户和竞争对手 列出一份担忧清单 12月7日消息 花旗据悉正考虑在中国 泰国 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市场挑选和试买家 出售其部分亚洲市场的零售银行资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